欢迎大家收看《时事评论》 我是Thomas 今天的话题就是说 中国死了多少人 有关西方什么事情 我们认识西方的新冠百态 首先来看一些消息来自法国的媒体 标题也挺送动 9亿人染疫 只有6万人疫死 中国的数据就引起了这个惊疑 之前中国还没更新的数据 我们三年来基于新冠疫情死亡是5千多 未算香港、澳门、未算台湾 现在修正最新的数据来自卫健委 在14日公布了2022年12月8日到2023年1月12日 全国累积在医院 因为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病例是59,938宗 即是接近6万 这个数字出现时 那些西方媒体就说 哎呀终于可以有6万了 多了10倍了 现在又再计算了 他又说如果你14亿人 那有超过6万人染疫死亡 这个数字很低的了 那什么概念呢 美国就死了110万 那么欧洲的主要国家 例如法国、德国都是16万左右 就是几千万人 英国就去到20万左右了 所以这个比例会很低的 中国9亿人染疫 染疫这么高 为何只有6万人死亡呢 那是侧如这个数字 好了 这个关于科学性的探讨 关于疫情的方面 我们首先不要说 就先讲一下态度的问题 我不是讲中国的态度 是讲西方的态度 之前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塞就表示 当时还没下降 他还是五千多宗 他说他新冠的死亡人数 就报告不足 几乎可以肯定 就是之前他通报了 大概都是五千多 现在去到再早一点时间 是一万一千多的死亡数字 都是低估的 谭德塞就要加多个月 这个数字 没有办法接受 那就不要紧了 那就更新了 已经是大概有六万的染疫死亡了 但问题是 这个关注中国的染病死亡率是正常的 因为世卫组织是一个国际机构 是全世界防疫一个重要的 组织和机制 要得取各个疫情的数字 这个是可以量解的 所以谭德塞也说到 随着新冠疫情之后第四个年度 我们要求所有的会员国提供分类的资料 只有资料更为详细 抗疫的途径才更加清晰 全世界都合作的话 我们很快就能够找到抗疫的方向了 不过 开口就好像质疑 中国的死亡数字不可接受 你还没有更新 这个数字 你马上这么说呢 我作为中国人来说 就好像有点难听的 似乎这位总干线 就想指责中国是不是有隐瞒疫情呢 隐瞒疫情这一样东西 就真是如土雷同 实属雅合 你所说的主流媒体 流互都是因为中国是死得人少 意思是说质疑 这么低的数字 就是和很多的国家 都对中国发动这个所谓议论的质讯 但是没有因为中国死得人少 就如今因为 就继续在那里问 好像中国欠了他什么样 我们死得人少欠了他的东西 就是这个一个态度问题 现在的日报 之前就指出了 与此低的死亡率是不符合主要的流行病学的预测模式 而现实的中重症的监护室现在在国内爆门 火葬场的不堪重复 以及一些人公开表示 那些车人已经患身冠去世了 这个情况 与中国给出的数字很大出入 你留意到很细节 华盛顿又会更加细心 甚至用到卫星的监测 他见到威国科桑 长来有很多人 人头涌涌 如果人头涌涌 这个数字是否死得这么少呢 这个又是一个 相当之技巧的一个 所谓的新闻报导 就是说 看到这些事情就是 我们看到的这样的卫星图卷 甚至他就 拿出一些所谓实地的报导 就是 说有些故事 说有些质识人物 家人死了 有哪个哪个 可能整个家人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 企图是用故事 就是一个人 就是故事 100万人就是数字 美国正确是100万人死了 这个是数字 马上去找 有名有姓 甚至无出了相片的 我爸 或者妈妈 或者什么问题 或者 爷爷妈 或者各种的数字 加上这个报导 比较煽情的报导 这个就真的是故事了 当时有一位公知 听过很知名的 叫张立凡 就说 现在 中国医院公开造假 然后配合你造假 这是借中国人口去说 这些什么话 但是没有去 求证 没有去 fact check 明白了 态度问题 这个 但是靠中国公司的好处 不够公信力 都知道了 是不是 你没有fact check 你去说话 你说什么 你照叫 不是 如果有公司说 你美国完全是死一千万 都可以的 那你叫不叫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一家卫生调查机构 就叫Aerfinity 公开推测 即是 你不公布 我和你推测 这一家卫生调查机构 预计 就是未来 中国全境 在四月底 我不知道是否发现 香港 澳门 他死亡数字架 如果去到一百七十万 这个很大落差 现在你才死的 六万人都不够 如果去到四月 死到一百七十万 那其实有时间去追 就是要 好像排好数一样 这种 这种的 报道方式 或者这种推测数字 似乎有点 有点难过 根据现在 就是三年来 就是 之前的数字 之前的数字 就是 中国那个游戏比较低的 就是最近 就有个高峰期 就是去到九亿 之前是几百万而已 染疫人数 就是 刚才说过 几千到一万左右 数字其实 是有需要 一些时间 所谓的再整理 再继续去 加害 这个是清晰的 这个是同意的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公布了 委健委公布了 举身的死亡病例 去到六亿了 但是还在拗叫 是不是只计这个 在院人士的死亡呢 还有什么呢 内地本身人都很多的 就是所谓的不同的意见出来 总之是 数字会说话 这个是常识 无论你怎么去砌数字都好 以中国过往三年的动态清廉 和那个 主动防疫的措施 应该是有效的 为什么呢 比较数字 大家是不是 你做到会有170万 美国就是三亿人口 现在与百万 生生缓而死 如果要计算 中国是三倍四倍于 美国的人口比例来说 甚至中国的 医疗机制 医疗其实都不及美国的话 其实如果 你再推断的话 你就觉得 应该中国要死够多少人呢 要死够400万才够 是不是 似乎这个数字呢 你继续去推断 不过是完全没有科 根据基础 那么 世卫出来说几句话 也不能够足以作为代表 他也是要等数字 很清晰 你才能够可以 做到这个科学化的研究 那么现在就是 我们看到 孟是用一些 暴动手法 譬如美国之音的结论 就很突然惊人的 就是说 拥有14万的一个大国 这种小的死亡数字 险逆数字 是故意 是被普遍认为 是故意 低捕和换捕的结果 什么叫被普遍认为 没有说清楚 什么叫被普遍认为 是不是美国专家 那么认为 是不是有一个官方 或者是有一个 叫做正式的学术团体 他出来说 他是质疑这件事呢 没有 是被普遍认为 След计者是打算 我可 低捕或换换捿 或换换换换 这些全都是假设性的东西 你用假设性的东西 暴动有这么严严的指控 这个就是公信力 我也觉得它这些不错 经常念我们 这个宿舍里也没iejuty 搬到了 spot 人山一海 我在这些地方显公信啊 那就是故事 一個人就是故事 一百萬人就是數字 這個相當之態度 專業 種種都有問題 東國四億人關你什麼事 說真的一件事 除了說我們是要講這個染疫 我們講這個防疫措施 我們有這樣的需要 這是醫學界的需要關注的東西 但是你很不尋常地所有的美西方媒體 都一面倒去做這些故事 還要派記者在門口等 哪個門口呢 殯儀館門口 拍到一些這樣的相片 就要加一些有名有姓的人 最近又得不到什麼醫治 突然死了 那你除了這些 我想是叫做煽動 或者是一些造假新聞 如果在美國 常來講這些就叫做造假新聞 不過算了 我也不要說這個問題 你們這麼有心 在這個殯儀館門口等家屬 那是不是我們說一句話 好了 多謝你了 甚至不會說家屬謝禮呢 這個就是一個諷刺啦 但是也是看到這個就是美西方的對新冠的白態 他們不希望中國的模式有成功的表現 他們用盡所有方法去演繹解釋 其實中國是一個逆敗國 整個三年 四年的防疫 政策都是失敗的 唯有正確不失敗的就是美西方 他們用110萬人 甚至可能被低估的 有人猜說美國可能死了300萬人的 他們用死的人多來堆砌他們對中國不信用的數字 這是相對的可悲 好了 今天的話題到此為止 再見 拜拜